为什么要撞警察 他就借有欺负吗 无照开车他就是撞死三重远警的黄姓遣犯 事后坦承有稀实管制药品丧失烟弹 经过新北地检署傅训 认为他涉嫌违反毒驾 置人与死之重罪 最近本刑五年以上有逃亡之余 向法院申请羁押或者 由于今年三月才刚通过毒驾相关刑则 最重可判到十年 殉职远警黄伟正的灵堂布置完成 警政署长张荣新亲自到场致役 另外他的警专同期 高中同学全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由于黄伟正从小由阿嬤代大 再加上自己是新手爸爸 对于劳弱妇孺的案件 都会主动热心帮忙 就会碰上意外 惊索同仁都感到很错愕 好几度悲痛到说不出话 西属黄伟正从景过去的优良事迹 从108年到113年 破获无数窃盗案 妨害自由及伤害案件 没想到这回大半夜执勤 遭到五兆嫌犯 高速冲撞 年轻生命划上据点 上市烟弹 依托米纸不断被滥用 立委怒批6月 法务部才刚通过 列为第三级毒品 却还未公告 毒品管制作为 是否过于缓慢 在这一会儿 问一下 曾经宣新北长报道